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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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丝毫没有要去日本陪妻子的想法 而且 这半年过得也是相当滋润 难道两人之间出了什么问题 相恋七年 结婚九年 两口子渐渐不再接工作 远离娱乐圈 回归生活 过起普通人的日子 最初 外界并不看好这段恋情 大家认定 郑一剑不会去蒙家会 而圈中的好友更一度掀起催婚潮 声哈郑一剑又耽误一个女孩 2012年 郑一剑演唱会 尴尬的名场面频频出现 先是谷剧机 故意调侃道 郑一剑开完演唱会 就请饮 请喝喜酒 后来 谷惑仔兄弟帮也齐齐上阵 一人一聚 轮番催婚 观众席上 蒙家会坐着 看着台上打闹 胡动声色 可即便如此 还不肯松口 直言没有结婚的打算 此时 两人已相恋七年 大家都觉得 两人可能要崩 可谁知 五个月后 郑一剑突然宣布婚讯 新娘正是蒙家会 瞬间 全网热议 有人祝福 为有亲人终成眷属而感动 但更多的人却是感慨 蒙家会首得云开见月明 更有甚者认定蒙家会逼婚成功 媒体也纷纷下场 不封桌影 捏造各种逼婚细节 将两人的结合塑造成一场阴谋 真相究竟是什么 一切要从头说起 很多人认为 郑一剑与蒙家会因羽毛球认识 但那不是他们初次见面 有一次 蒙家会被记者骚扰 郑一剑挺身而出 不仅现场阻止记者拍照 还特意嘱咐经纪人跟进后续 这个举动让蒙家会暗生好感 为这段感情埋下了伏笔 2006年 因法政先锋 梁小柔一决 蒙家会一夜爆红 与她视野一样红火的 还有绯闻 那时 盛传她与黎诺毅音隙生情 两人勤返约会 羽毛球场 或是英文宣传期 蒙家会没有否认 后来大家才发现 原来 黎诺毅只是烟雾蛋 蒙家会真正的暧昧对象是正一剑 只过了一周 两人在球场的亲密互动照 就发遍了全港周刊 甜蜜对视 勾肩搭背 任谁看都是热恋小情侣 起初 两人失口否认 后来 有媒体发现 他们似乎将羽毛球作为暗号 只要被问恋情 就用我们是羽毛球搭档回应 但直爽霸道的正一剑还是憋不住 或是想宣誓主权 竟在镜头前质问主持人 蒙家会 黎诺毅是不是搞错了 惹得全网爆笑 后来她已经不想再躲 再被问 你跟蒙家会是不是在发展中 她笑称差不多了 另一边 蒙家会虽没松口 但行动早已出卖了她 在各种活动上 只要提到正一剑 她就藏不住笑意 马国民还扮起正一剑 牵着她大唱情歌 惹得她又羞又乐 2006年8月 两人已经完全不遮掩 牵手出行 互见家长 但当时 没人觉得他们会长久 大家都以为 蒙家会不过是正一剑的 又一个七年 有人曾问正一剑 事业与爱情会选哪个 正一剑选了后者 她从不避讳自己很多情 2006年 她还大谈情史 笑称 我的初恋得从幼儿园开始熟起 多情不是罪 但捋不清就容易出问题 在香港娱乐圈 正一剑绝对算得上天选之子 可惜 正一剑事业心不强 尤其碰到一中人 她就会瞬间恋爱脑 把所有重心都放到恋人身上 1992年 正一剑与少美琪 因戏生情 谁知 正一剑却被骂是软饭王 因为那时两人地位悬殊 少美琪是当家花旦 而正一剑不过是新人 面对重重困难 两人都没放弃 正一剑为了追赶少美琪 发奋图强 创造了无数经典角色 相恋七年 正一剑公开表示 我会照顾她一生一世 所有人都以为他们会结婚 谁知 深情离不过七年之痒 1999年10月6日晚 梁永琪在正一剑家中 为她庆祝生日 孤男寡女 三更半夜 如初一世 闻风而至的上百个记者 唯独在正一剑楼下 要将正一剑和梁永琪的恋情实锤 但这时 外界认可的正一剑女友是少美琪 正一剑曾当众信誓犯诞承诺 将来的老婆一定是少美琪 我愿意一生一世照顾少美琪 媒体严防死守 最后守得梁永琪欣然不出 双棋夺面的新闻 一时之间震动娱乐圈 将故事的三位主角 推向风口浪尖 媒体还给梁永琪当时的表情 取了一个专称 胜利之小 当时大家才知道 早在那年三月 两人就在舞台剧 仲夏夜之梦 暗生情愫 排练两个月里 他们奉旨接吻 热烈到连小演员 都误会他们是真情侣 面对铺天盖地的新闻 正一剑没有闪躲 他立马召开记者会 直言 我与少美琪已经分开数月 另一边 梁永琪也紧跟琪后 召开记者会 并表示 我不是狐狸精 2007年 正一剑经纪人林珊珊被问到这段旧事 她表示 正一剑很早就跟她汇报了 自己与少美琪已分手 与梁永琪相恋 是之后的事 真相究竟是什么 或许只有当事人知晓 但可以确定的是 两人为此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正一剑几乎全面停工 梁永琪更是形象大损 但他们还是紧握对方的手 此后两人不再避讳 四处放闪 2005年 正一剑还承认 婚期将近 但仍旧敌不过 七年支扬的魔咒 2006年1月 两人突然宣布分手 这一次 场面闹得非常难看 最终导致双方反目成仇 这场不被看好的恋情 终于落幕 后来 梁永琪不堪情商 毅然决定暂别娱乐圈 躲到国外疗养 刹那间舆论全压到正一剑身上 几乎没有女生敢跟她扯上关系 此时 蒙家慧出现了 在这个糟糕的时机 她站到了正一剑身边 跟她一起面对风暴 众人不解 他们认为 蒙家慧是恋爱脑 或是另有所图 不然 处于事业上升期的她 为何要跟正一剑扯上关系 认识正一剑之前 蒙家慧的人生是黑色的 原生家庭的不幸 还有爱人的背叛 2005年 蒙家慧男友宣布婚讯 新娘不是她 而是她的好闺蜜兼合伙人 那时 蒙家慧才发现 在她往返内地拍戏时 男友与闺蜜已经暗度陈仓 蒙家慧心如死灰 一度表示不想结婚 不久后 她便借着羽毛球 与正一剑相识相知 两人相恋七年 正一剑其实想过结婚 但因为蒙家慧恐婚 她只好作罢 直到一次 蒙家慧的一对同性恋友人 言醒了她 于是 她答应了正一剑的求婚 戒指是自己烧制的 婚礼是临时决定的 婚宴只花了 十万港币不到 但医生我愿意 已经胜过盛大奢华的台场 夸夸而谈到山盟海誓 婚后 他们决定丁克 不生育 不延续基因 他们觉得生命生来就是受苦的 没必要来遭罪 他们减少工作 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经营生活上面 他们在西宫买下一套村屋 远离市区 还包下家门前的一口鱼塘 前时钓鱼 他们的生活 任谁看了都艳羡不已 结婚九年 媒体捕捉到的镜头 他们都是实质紧扣 简直比婚前还要甜蜜 因为蒙家慧一直喜欢日本文化 早在十年前 郑一剑就投资千万 让蒙家慧在日本开地产经纪公司 在那边购置豪宅 还曾在香港开设分公司 如今 蒙家慧已经去到日本半年熟悉当地 而郑一剑还在香港独自生活 或许是想与老朋友们多拒一拒吧 毕竟出了国 再见就很难了 有人说 郑一剑生命中的女人 蒙家慧层次最低 最接地气 但她与郑一剑三观最一致 步调最同频 如今 九年过去 希望他们夫妻能一直幸福下去吧 那么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 明星的去闻去世 我们明年不见不散 我每日准时为你